來 走 快點 走 來 走 來 走 頭一盤就點新聞 來一杯文化洗禮 加一點酸甜苦辣 包一鍋人生百味啊 每週五晚間十點準時上菜 好好玩啊 哈囉 聽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每週五晚間十點中的 港式大拍檔節目 我是美寧 相信有很多的聽眾朋友們 對於去年在香港發生的 反送中示威抗議活動 可以說是記憶猶新 在這些活動當中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民眾都受了傷 當然也有一些人 因此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好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的 是去年的6月12號 在金鐘的示威事件當中 因為被警方的子彈 給射穿了右眼的中學老師 楊子俊老師 楊老師他到目前為止 雖然已經過了一年多了 可是他的右眼的視力呢 可以說幾乎是失明的狀態 在前一段時間呢 也因為他的一些 可能是立場的問題 他就被請辭了 最近楊老師呢 就出版了一本新書 《逆拳教師》 那麼裡面呢 談到他一路走來的這一些 心路歷程 今天的節目呢 我們就請楊老師 和我們一起來分享 那同時呢 也會請楊老師呢 就最近香港教育界 有一些老師被定牌 也就是取消資格的這些事件呢 來談一談他個人的觀察 好 接下來呢 就請收聽 今天的人生溫度計 楊老師您好 你好 楊老師我們知道 在去年的612事件之後 您的眼睛受了傷了 最後也把教書的工作辭掉了 我想老師您從原本一位是工作 跟薪資其實都蠻穩定的職業 變成了 如果引用您書裡面寫 就是變成 抱眼逆拳名牌女校通識教師 我想老師這一些情況 應該不在您的人生規劃當中 那對於這些意外 對於這些意外 我想還是先請老師來跟聽眾朋友們 談一談您的一路的 以來的這個心路歷程好嗎 好的 就是我想很多的東西 也是沒有想像過的 就是我們沒有想過 我去了一個示威的現場 就會失去我的眼睛 還有就是我這人 就沒有這個教育的工作了 就是很多東西也沒有想像過的 但是所有的東西來的時候 你就要去確定怎麼去面對這些東西 但是我回想當初的話 我想還是我當初做的決定還是正確的 因為就是去年的時候 我們要反對這個逃犯條例的收定 這個逃犯條例就是完全破壞了我們香港的一國兩制 這是一個對香港的承諾 我們可以看見很多的死民 他們就是反對這個逃犯條例 我們當初做的訴求是很正確的 所以我去這個社會的現場 我是沒有後悔的 當然就是發生了意外 我失去了我的眼睛 但是我當初的決定是 我相信還是有一點作用的 最後我們的這個逃犯條例 還是被撤毀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另一方面就是當然 除了這個逃犯條例的問題之外 我們也看見了香港發生了很多很多之後的問題 就是警察的不利 還有這個國安法 很多很多其他的政治上的問題 我看見很多我的朋友 還有香港的民眾就是 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們感到一點無力 我們從這個無力感 他們我們看這樣的問題 但是沒有很多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我還有一點方向可以做的 就是我可以去利用我的方式 或者是利用我被辭去交職的這個情況 就是去吸引一些關注 就是我可以利用這個媒體的關注 可以再做多一點東西 所以就是現在我的狀態也是挺好的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東西可以做的 我想請教一下 您現在的右眼是視力是幾乎沒有嗎 還是就是非常微弱這樣子 如果說是一個少數字上來說的話 就是五個八分比 正常的視力是一百 我現在是五 所以數字上是很低的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一點點 可是對於生活上面其實也會有蠻多的不方便 尤其之前您是從事教育的工作 要改作業啊什麼的 是蠻傷眼力的工作 對工作上就是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因為有這個窮領的問題 就是一隻眼睛是清楚的 一隻眼睛是無物的 所以就看起來就是很辛苦 但是現在也還可以了 我相信我的生活上 因為也有一個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戴著我的眼罩 就是可以看清楚的東西 嗯 老師我真的很想請教您 為什麼可以這麼的堅強 我看了您的書之後 您在其實第一時間在醫院受傷 然後隔天出來之後 您還寫了一場篇來報平安吧 或者是說安慰其他您的好朋友們 然後我覺得在裡面看不到任何的憤怒或者是怨恨 您在裡面寫了 我自始至終都是憑良知而行 我不後悔 然後還有一句是 我會繼續努力香港加油 所以您的個性原本就是這麼有韧性的嗎 我可以說這是理性吧 因為就是我覺得很多問題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就像是香港的情況一樣 就是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市民 就是一些東西我是沒辦法去改變的 能改變的是我們的心態 是我們怎麼去看這些問題 所以都在這個 譬如說就是在去年6月12號的時候 對 我受傷了 然後第二天就是6月13號的時候 我就在這個警察局 對 但是也待在那裡 在那個時間我是想通了很多東西 這次是發生了 我將會面對一個法律上的問題也是發生了 但是我想就是這些問題我是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就是一些發生的 所以我要去調整我自己的生態 就是去怎麼去看這些問題 然後我也看見了很多很多的香港的朋友 就是也在他們也在收府啊 跟我一樣啊 我們都是在這個香港的政治問題上是共同努力的 所以當你知道有很多很多人也是面對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就是我們要看錢看 就是要思考怎麼去看這些問題 還有什麼寫這些問題 嗯 老師我看到您這一本書裡面喔 就是有寫到說 這本書是提前三十年問世的喔 所以您其實原本在呃 剛開始從事教職的時候 其實您就有想到說 欸那我之後退休之後要來寫一本回憶路 可是沒有想到這一本書提前這麼多年完成 而且內容應該完全也不是您原先所規劃的內容吧 那您在出版這一本書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遇到什麼障礙呢 因為現在好像這個言論比較緊縮一點 出版部分也是這樣子吧 嗯 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就是我要 因為我本來就是這樣在退休以後 在寫這本書的 嗯 如果是這個情況的話 我就不用理會太多的人的問題 就是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 我想那些人也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現在就是幾年前之前的事 我要去保護一些人嘛 就是不能去不能給別人去知道那些人的心粉啊 還有就是一些是學校的問題 所以在很多的細節上我要考慮這些 又要做一些調整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國安法已經出爐了 就是我們香港也要面對這個法律的控制 我之前也出版了另一本書就是 去港這個香港的私會活動 在那一本書我也面對了這個國安法的問題 就是很多印刷的廠商他們不願意去印刷這些書本 因為他們覺得太危險了 他們不知道如果幫我去印刷這些書本的話 會不會他們也會有麻煩 所以在寫這一本書的時候我也要很小心 就是不能去講太多關於國家安全 還有關於這個中港關係的部分 就是要令這一本書能夠出版 這是最低的要求 所以有一些東西可能就是我沒有辦法去很清楚地去講清楚 就是期望之後還有其他的機會可以再說這些書 好 老師提到在這本書出版之前 有一本是《治自由香港抗爭一年計時》 就是這一本書 老師您有算過被拒印多少次嗎 聽說好像碰壁蠻多次的 對 一開始我做過一些媒體的訪問 就是做三次的 但是後來其實是七次 哇 七次 對 因為在我們確定了一間的印刷商的時候 他們最後也不能接受我們的這個破證 因為他們就是說太危險了 他們看見一些媒體也要做一些調整 他們就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次這個國安法不是香港的法律 如果是香港的法律 我們可以去請求一些法律上的意見 我們可以去找一些香港的律師去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這是不同的 這是內地的法律 我們不能控制的 也沒有什麼律師我們可以參考 所以就是他們很害怕 這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 即便是有一些內容已經做了修改 把一些比較敏感的字句都已經做了調整 可是其實大家還是會害怕 就是因為這部法律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是蠻曖昧不清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踩到了紅線 而會招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像我們之前有訪問過其他的也是出類似的書籍 結果真的是在香港幾乎沒有辦法完成最後的印刷作業 最後是轉到台灣來印 對 老師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我看完這一本書之後 其實一方面覺得很有趣就是老師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還有就是說您用什麼樣的您的這個心態來從事這個教育的工作 其實同事的老師真的是蠻重要 因為它是可以就是訓練學生一個獨立思考的能力 老師您怎麼去看您這些這個行動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在找一個這個定位吧 就是很多學校的東西也有就是背後的規制的 就是我做回一個比較相當比較年輕的一個教師來說 就是我沒有在沒有能力就在這個這個短時間去改變這些東西 我只能夠說的就是在這個空間之下可以做什麼 如果我看見可能說就是學生的學習 都是有一些可以再進步的空間的話 我就想我可以做什麼 比如說我在我的書提到的是我可以設計一些深的教育的教程 可以幫他們去面對他們的考試 這是我可以做的 或者是我們香港正在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中港的融合 就是他們說不要進入一個大灣區 這可能是未來的一個大方向 我們香港可能要被內地同化了 這個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在這個大方向下 我們香港人 我作為一個香港的教師 我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基督下找一些空間 我可以再 還是可以去 提醒我傷心的東西 比如說我覺得香港的文化 或者是中文的文化 應該是要被保全的 縱使我們將來要面對很多內地的挑戰 所以都在這個空間之下 都在做我應該要做的教育 這是我應對的方法 其實在幾年前我還會想像 就是未來我增加多權利的時候 或許我可以做更多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已經要理智了 所以就沒法去進行這些方法 但是現在我在這個基督以外 我還是可以做很多東西 是 老師我想在612之後 就像您的書中提到的 您開始的在這個校內 跟社會上的這個雙重分裂的生活 可是其實老師在教學方面 並不是那一種就是政治立場 很明顯或是說非常激進的老師 可是當您知道後來您被一些家長 向學校有一些投訴跟反應之後 您心裡面會不會覺得有點受傷呢 我可以說我是在學校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個教室 就是我想去不讓別人的一個藉口去說 我在學會運動上的參與會影響我的工作 也想去保全我能夠繼續去教書的這個工作 但是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不講這個道理 不管是我還有其他老師 他們就是在他們自己的私人的空間說 意思是他們的意見 還有這個最近就是有個香港的老師 他涉及了一個教材 這是關於這個香港獨立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延續的討論 就是很平衡的討論 但是還是被取消資格了 就是現在的香港的教學情況就是不公平還有不講道理 所以我在這個環境下也是面對著很多的挑戰 還是面對投訴 最後也是吊飾了這個教學的工作 所以這是對我來說是一個打擊 但是我很努力在扮演這個普通教室的工作 之後還是要離開了 但是我也覺得這不完全是一個不好的事 因為如果我現在還在教書的話 比如說現在是十月份的時候 我現在如果還在學校的話 應該我今天就不能夠接受這個訪問 還有問題就是我教的是通詞課 在這個環境下 我不能去教一個我因為通詞課應該有的樣子 現在就是我很多的課題也不能夠去討論 比如說我們在通詞的話 我們會討論關於香港的通詞問題 還有就是一些關於可能是現在肺炎的問題 這是我們要教的課題 但是現在我們很多東西也不能講 就是這個肺炎的來源 可能是武漢 但是現在他們又會說就是這樣 文講的問題 所以就是我也不能夠去教我心無中的通詞課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沒有這個學校的通知 還是有一點好處的 是 好 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就先休息片刻 等一等我們再繼續回到節目的現場 中央廣播電台 RTI 中央廣播電台 RTI 好 聽眾朋友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台 台灣之音港式大排檔節目 我是主持人美寧 今天和我們連線的是香港的逆全教師 楊子俊老師 我其實不太喜歡用這個字 也叫做抱眼教師 聽起來還蠻奇怪的 好 老師其實我們從剛剛前段的訪談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老師真的是非常理性 然後面對這一切的事件 很快的收拾了心情 然後呢也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個方向 好 現在正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前進 當然我們現在有看到很多的香港的老師 可是他們的開口 現在已經漸漸的密合起來 包括這個教學方面的自由的空間 是越來越小了 就像剛剛楊老師有提到的 有一位老師 他其實是蠻受到學生的敬重 而且也蠻受到家長的肯定 他只是因為在課堂上面 討論了一些香港獨立方面的問題 不是說他支持港獨 而是說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提出來做一個平衡的討論 連這樣子都可能會被舉報 而被取消了這個教師的資格 真的是一件蠻可怕的事情 像台灣的話 也要取消一個老師的資格 其實要經過很多的程序 好 那在香港的話 是不是也其實也需要經過一些 會議的討論啊 甚至於教師協會啊等等 都應該要為老師來做一個辯護 或者是說呢 大家來坐下來討論 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的教學內容 會是比較好的 而不是一下子就把它否決掉呢 老師您的看法 嗯 教師是比較 我可以說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其他的專業的人士 他們有這個行業的公會 他們的公會去判斷 就是這個可能說 比如說他們收到投訴了 一個他們專業的人士收到投訴了 他們會去看這個問題 究竟是否真正的存在 這是平常的做法 但是香港的教師嘛 他們就是有這個 香港的教育局是控制的 我們沒有中式的公會 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香港政府就是可以控制 究竟那一些教師是他們有資格的 那一些教師是沒有資格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教育局 他覺得內會老師有問題 但是同一世界都是學校 他們的同學他們的家長 也覺得沒有問題 是啊 就是教育局 覺得他有問題 就是現在就去一定要 取消這個老師的資格 所以我相信 這是一個權利的問題 就是香港政府就是很容易 可以控制 學校或者是老師的情況 那等於老師完全 他要怎麼教 完全就沒有任何的教學自由 而且有些東西變成 是沒有討論的空間了嘛 就像現在有一些通事科的教材 還有歷史科的教材 雖然美宁是沒有看過這些教材內容 但是我們從媒體的很多報道 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兩三個月以來 其實有了一些翻修 像是通事科教材裡面 公民抗命啊 還有三權分立這些內容 都被拿掉了 然後還多了一些像 要遵守法制啊 這些內容 然後在歷史的課本裡面 可能加入一些 比較有中國視角的香港史 比如說這個香港自秦朝以來 就是中國的領土等等 您怎麼樣看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香港教育局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是他們就是 坦白說就是 嘗試去激行這個 共產黨的意圖 就是我們看見 內地的情罪就是 極然極限盈 也是這樣的 他們要控制人的思想 他們就要從這個教育去工作 我們看見 就在上個月 一些親中的政客 他們就說 香港現在他們有三個 三頭他們要進攻的 其中一個就是教育 還有兩個就是 香港的法律的問題 還有香港的媒體 他們也要進攻的 教育是他們要工作的一個部分 我想他們就是從這個 共產黨的市場 就是我要控制下一代的市場 我們就要去這個 教育做手 我們看見了他們 首先從這個教材 包括我們的教科書 還有這個老師的方面 去看怎麼控制我們 所以這個是將來還會去進行的 因為他們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我們的教育 可以受這個教育局的控制 大部分的學校也是 跟從這個教育局的控制的 他們的基金 還有他們的老師 也是來自這個教育局的 所以我們很難去反抗什麼 所以我想的情況還會這樣 我可以請教您就是說 因為原本也有蠻多朋友們 希望您可以參加 立法會的選舉嗎 當然現在立法會選舉 已經延到明年了 然後但是您後來決定 就是不要去參加 這個功能組別的 就是不參選這一個部分 那您之後會有其他的計劃嗎 現在我想會在這個製造以外的教育 是能說對 就是我看見了現在香港學校的教育 就是很受政權的控制 這是我們是很難反對的 因為坦白說 就是我們老師的收益 還有這個學校的資金來源 還是來自這個教育局的 所以他們要去改變一些規矩 改變我們平常要工作的方法 我們是很難去反抗的 但是我們也要看我們香港的公民的社會 可以做什麼 因為坦白說就是我們很多學生 平常也習慣了在學校以外 也要進行補習 還有其他的學習的方法 這是極致存在的 但是過往就是我們 他們比較是看考試那方面的補習 但是我們可以再嘗試利用這個方法去 進行我們應該要做的教育 可能比如說我們的中國歷史的部分 他們取消了一些我們應該要的部分 還有通時的情況就是他們 遺失了這些通時應該要有的課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公民的決道去 決度去看我們可以怎麼去教這些課題 就是我選去花時間去研究 怎麼可以做好一點的 因為就是香港的立法會的情況就是我們 我自己覺得我們很難去做什麼呢現在 因為就是你可以看見中國的控制是越來越長 我們很難在這個政治的基督以內去生活他們 所以我們要想我們可以靠著我們民間的力量去生活 好我想教育呢真的是百年大忌 而這個教育的場域也不一定是在學校裡頭 所以楊老師現在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計畫 也許我們就來實現在社會上面的公民教育 我想或許會讓我們的年輕朋友們 當然也不只是年輕朋友們 還有這個終身學習 永遠這些獨立自主的思考這樣的能力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思辨 我想也是要透過公民的教育不斷的來做一個強化 那老師最後想要請教您在書本上面有寫 您這個中文的書名叫做逆犬教師嘛 那這個英文的名字叫做穿越磚牆的旅程 老師要不要來談一談為什麼要取這樣的一個英文名字 因為這個我在書中就是引用這個 不根本是香港的情報 就是很多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 我覺得還是有這個捐傳的這個 這個Great Wall的權在 對 就是把我們的學生把我們的民眾 就是大學在這個基金上 還有他們應該要面對的自我之外 這個是很多我們的年輕人面對的問題 就是他們不能看清楚 他們要看的就是什麼 還有他們的自我就是什麼 我做回一個教室 我就是想去漁渠 去打打倒這個 就是傳傳的這個不可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是我已經離開了這個教育的行業了 我就是這樣一個旅程嘛 就是從這個專傳的一面去了那幾面 這是我的經歷 就是在八年的經歷 我很可思的沒有把這個專傳去推讀這個方法 現在還沒有 但是現在我在這個專傳的外面 我現在是這個制度的外面 我可以還思考有什麼方法去把這個專傳去移除的 所以這是我把這個書名的英文名字 並做這個 Jennifer的Break Wall 這個名字就是像 我去了外面以外 還是可以的方法去改變現在香港的問題 好 我想要推倒專長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如果說養老師一個人的力量 可能沒有辦法推倒這一度非常堅實 而且頑強的高強的話 我想集眾人之力也是可以達成的 我們在這邊也祝福楊老師 這些計畫都可以非常順利的來進行 謝謝你 好 謝謝楊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節目最後呢 就一起來欣賞這一首 Another Break in the Wall 別忘了下個星期五晚間十點鐘 繼續收聽港式大排檔 祝您週末愉快 拜拜 拜拜 拜拜